最近这一次到日本去讲解 人家先守相邀请了 他们的佛教会邀请了 出家人 出了金蝉佛寺的时候 路广得不得了啊 为什么不敢 这种方式 世间人 认为是迷信 排斥的人很多 我们为什么不转过头来 折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干过这个事情 一生 奖金教训 而且不收收费 拿今天学书的标准来看 释迦牟尼佛 他是道道地地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他是教育家了 他是老师的地位 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 不收学费 学生 不分国籍 不分族群 也不分宗教信仰 来这部剧 去这部流 只要你喜欢跟他学习 他都非常热心教导你 佛陀教育 我们要把这个提出来 耶稣的教育 摩西的教育 摩罕默德的教育 让现在社会大众耳目一新 而且这种教育 就圣贤教育 所以用宗教教育 这个名字是正好 宗教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这个名字从日本传到中国来 那照中国 日本完全是中国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很深 那宗 是主要的意思 重要的意思 尊崇的意思 教是教育 教学 教化 混起来 主要的教育 从前皇上抓了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训 尊崇的教皇 尊重 崇高的教皇 你这个意思多好 这哪里有迷信 谢谢大家